很多人是韩剧迷 但是在北韩看韩剧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有南韩媒体报导 在11月份北韩处决了80人 原因就是偷看韩剧 消息传出震撼全球 看韩剧怎么连命都没了 南韩媒体报导 北韩在11月3号公开处决80人 部分人是因为走私韩剧光碟 以及看韩剧惨遭处死 虽然消息来源不明 但是在南韩已经有一个以上 脱离北韩团体 听过这项传言增加消息正确性 震撼全球媒体 不论是看韩剧还是外国电影 全都需要经过金正恩的许可 否则在北韩就是严重犯罪 为的就是避免北韩民众 看了影片思想改变 他在狠狠里面 在他的嘴巴里面 这就阻止他召唤了 批判民众的批判 北韩民众生怕犯罪遭到处决 北韩领导金正恩时时刻刻绷紧神经 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报导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一份报告指出 金正恩去年差点遭到暗杀 因此北韩增派保全加强戒备 全力保护金正恩 不过对于这项报导 北韩不予回应 记者郑一珍纵客报道